DNC2012ICTP1A MC第3二题 这题也只有40%后生的答案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Dry Run Pseudo Code的题目 里面有一个array叫AR 而题目就问 转完这个Pseudo Code之后 究竟AR的第五格是装着什么的内容呢? 我们跟回我们Standard的做法 首先我们写下AR的array的结构 用ind做ind 然后是AR的ind 这设计可能都要预留几格 即是去到AR5的 我就写到ind 1 数到5 这个array如果未initualize 基本上我们assault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接着我们看这个Sudo Code 里面有一个Val loop variables包括cnt,ind,array,ar 那我们顺便写下 那我们顺便写下 那些variables的名字 cnt 另外做一个ind 好我们开始了 cnt进入1 所以它是1 and跟着ind 进入1 好了跟着这个Val loop Val cnt实在100 cnt是1 1实在100 那当然我们就要run这几句的statement 好第一句 cnt加2 迫回到cnt cnt是1 1加2是3 3 迫回到cnt 跟着把cnt的value 即是3 入回到arind 那格 留意 3 入到arind ind的moment是1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ar1 我们要入3 所以ar的第一格 我放一个3字 跟着ind加1 扣回到ind 就是index 就加1 好了 回到这个Val loop Val cnt实在100 Val cnt 现在是3 未有到100 所以基本上这个 我们不用太担心 Val loop的条件 只需要一路loop这几句 起码我想要loop5字 因为最后ind要去到5的 再重复 cnt加2 扣回到cnt 那变成5 跟着 arind 即是第二格 ar第二格 入个5 所以 这个就是5 and then ind加1 2 变3 这里loop了两次 现在loop第三次 cnt又再加2 即5加2 变成7 跟着 就是 ar的ind 就是第三格 入个7 其实你可以见到 每一次loop到中间 arind 就会入一个整数 而整数是不断加2 其实就是cnt value 3 5 7 入个7 跟着ind又会加1 变成4 就是一路数下去 那我们就会基本上见到一个pattern 基本上不用再dry run 这堆东西 我都知道跟着是入什么数字 很明显 接着就是9 11 因为我已经掌握了个规律 但是最初那两三次 真的要逐句追踪 逐个逐个wariables的内容 写出来 是2 3次 掌握了个规律 之后 后面的不用再那么仔细 我去看pattern 可以project到答案 ar5 是11 答案 dvd 好 好